音樂 在市場的 就把一個創新的idea 變成產品之後 然後推到市場 這一段 你們又是怎麼做的勒 如果我在年輕人的回答 我會告訴你我做什麼行銷策略 我怎麼把這產品推到市場去 但是這幾年給我的經驗 特別是 iShape 今天讓我體驗到 並不是你把產品推給市場 而是你找到會接受你的市場 你先去了解說 這個市場它到底要什麼 依據它的需求去設計你的產品 那這樣子你自然就會有所謂的 product market fit iShape 在設計這個 business model的時候 就在看我們能做到的事情 到底會符合誰的需求 那我們看到的是所謂的獨立餐廳 那但是他們沒有管理的工具 那我們就提供給他們 他們沒有IT維護的能力 不只是設計這個program不是 而是你硬體軟體跟通訊 還有現場網路環境維護的能力 我們提供給你 那把這個產品 把這個solution給真的需要的人 他們就會appreciate它 去輔助他們做真的重要的事情 他們就會真的使用 所以iShape從來不是跟你談支付 iShape也不是跟你談什麼線上行銷的工具 因為對於好的餐廳來講 不用靠廣告 不好的餐廳廣告也幫不了你 那正是因為我們服務的是小型的店家 那我們跟他們收取可以負擔的費用 所以回到IKEA那個概念 你沒辦法要求IKEA的椅子 因為你然後多一隻腳 他不會 但是他給你一個非常好的產品 你可以挑選你的風格 然後價格又可以負擔 那跟iShape的概念是一樣的 如果一家餐廳負擔不起 一套好的Post系統 那就讓300家餐廳一起來做 300個家的餐廳每個月都貢獻一些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繼續成長 我們並沒有打算做出一個Post系統 我們打算做出一套一直成長的方案 那兩年了吧 創業 對 然後整個這個IKEA到進入市場 得到300多個品牌的一個接受跟就買單 然後幫助他們的管理 那接下來咧 接下來我們不講長期 中短期的一個計畫 是不是還有創新的元素在這個市場 或是其他市場嗎 套句我們董事長說的話 就是說不要去做沒有人需要的創新 就是創新它必須是針對需求而產生的 那iShape的目的是增加餐廳營運的效率 我們在這上面去做創新 那現在我們在做的事情是 在服務的環節點上去強化 但接下來我們幾個版本 會在營運的其他的面向 包含說人力的管理 包含說廚房效率的管理 包含說其他資源的管理的 去提升它的效率 那是我們現在在規劃的方向 那當然在這之外 有更多跟第三方的平台 結合來提供價值的部分 那個我們也會去考慮跟規劃 不過對我們來講最重要的事情 是怎麼樣幫助這些小型的餐廳 OK 所以在這個創新的路上 其實你只要能夠對於很多事情 保持高度的敏感度 然後覺得它可以再更好 我相信你就有機會像I-Chef這樣子 得到很多的獎項在國內外 然後走向創新之路 今天非常謝謝Ken 謝謝你 祝你成功 謝謝 謝謝 創新是很狼狽的 它是你真的很想要做一件事情 但是你在市面上 都找不到合適的方法 你用盡心思 最後用心找到可以用力的地方 而創造出來的東西 那就是創新